好了 來看一下歐巴對上戰無不勝 哇 這個呂布自成一個體系 他是百搭的 而且就是以他為核心 哇 不知道戰無不勝 抽到歐巴 歐巴這邊其實如同我剛才描述的 他拿出了衛國隊 可是他沒有放便夫人 他是一個比較偏進攻的隊伍 他用三個法師文 俗稱的是衛傷法隊 那戰無不勝這邊用的是一個典型的蜀國隊 現在也是算META比較強勢的 新角色 龐童 黃月英 固守關羽 這都是新角色 對 有龐童 對 戰無不勝這邊必選卡牌是先用了姜瑋 歐巴這邊是把張寮給用掉了 但其實張寮一般來說比較不會跟 其他三個法師做搭配 因為張寮是一個物理攻擊的一個隊伍 沒錯 所以就看他的這個張寮是不是別有用意 還是就是把它當作一個坦克的作用而已 所以在最新的包括臥龍跟鳳童 都更有發揮 都露臉了 對 甚至我的鼻下鳳童這個角色 他是一個很典型的單體爆發輸出非常高的角色 龐童 最高的他可以打到360萬一招 龐童變成一個輸出非常強的了 現在比賽開始 是 戰無不勝這邊對到的龐童 對到的可能是盾兵 他要等這隻盾兵倒下才可以放他的龐童 不然會有點浪費 這邊是先下了黃岳英 對曹宏的傷害還夠 那這邊 歐巴先下了司馬懿以及郭家 這個群體的傷害其實還是很厲害的 那這邊戰無不勝可能還是要先等曹宏倒 這邊先下了諸葛亮 對 傷害很高 曹宏被往後催 那歐巴這邊下了賈曲 沒有出發到郭家 還差了一點點 龐童要上了吧 對啊 一開始打到小兵真的就是 龐童這邊打到郭家80萬的血量 可是郭家有後跳 郭家被帶走了 歐巴 一點點的差距 戰無不勝這邊血線也很低 這個蘇格楊的傷害夠不夠 受到司馬懿嗎 司馬懿又下一個毒 那這邊戰無不勝非常的危險 他兩隻都倒下來了 兩邊互有來往這邊 歐巴還可以下一個假曲 歐巴 這一下 兩邊都打到最後一逼一途 是 最後是戰無不勝這邊 黃岳英還存活下來 是 所以是戰無不勝 黃岳英其實也因為中毒倒下來了 現在是兩隻盾兵 對一隻盾兵的習慣 現在是盾兵打盾兵啊 哇 結果是用盾兵在做最後的PK 這個也很少見 竟然是看著盾兵在打 對 三個人拿著盾戰就回來了 這個 歐巴這邊倒下來了 非常有趣 但也相當精彩的一戰 這一場非常精彩 是打到現在最焦灼的一場 兩邊都打到彈晶槍爵 對啊 現在是小兵在那邊互歐 好 可是剛才歐巴是屬於 戰勝的一方 那戰無不勝這邊 還可以再拿出剛才的陣容 嗯 不好意思講錯了 剛才戰無不勝是獲勝的 嗯 那歐巴這邊可以做一個辯證 不過他 他這邊果然做出的辯證 是拿出了另外一組 很魔的一個衛國隊 我們剛才提到增機有分攤 辯夫人是一個有回血 有上盾的一個輔助 那這邊戰無不勝 拿出的是無國隊 而且是現在比較強勢的一個組合 就是我們有周瑜可以做牽制 那小虎可以做爆發 其實這兩邊我覺得是五五開 端看小虎 小虎這點位很重要 因為他技能要15秒 可是他的技能是無視分攤的 他如果可以先收掉腳 或點尾 甚至先收掉辯夫人的話 那戰無不勝這邊一面會比較大一點 不過因為戰無不勝 現在是取得了一勝的領先 好 現在比賽開始了 所以他的呂布還不急對不對 還不急 還不急 還不急得用 那這邊戰無不勝先下了周瑜 抓到虎爆擊 這邊是先打一波小的 可是歐巴這邊趕快先下了一個真機 那歐巴下了兩招的三招的情況下 他整個隊伍的坦度就變得非常的夠 而戰無不勝這邊還要先抓一下位置 小虎的位置非常的重要 關羽這邊殺過去了 關羽抓到周瑜了 關羽一路的殺過去 對 推得很遠 周瑜這邊只能先抓 可是關羽傷害很高 周瑜直接被拉走了 哇 那這邊小虎不行了 小虎必須要放 可是打在盾兵身上 又打不對人 哇 關羽真的超強啊 一過去一對一把周瑜給幹掉了 非常的可惜 這場完全是位置上有做到一個坎坷 關羽很巧妙地抓到周瑜 而且小虎的位置一直抓都不對 抓到對方的重要的角色啦 哇 直接關羽 立大功 是 我們可以看到 一個便夫人以及真機的隊伍的情況下 他的特色就是 一打完幾乎他們都是滿血 有打跟沒打一樣 對 因為分攤 而且又有盾 又有兩個補血 其實他要嘛全死 要嘛全滿 他是一個很極端的一個隊伍 對 大家看一下歐巴的五個角色的血 幾乎都是滿的啊 哇 如果滿血五個都存活 最後還拿下勝利 他不僅是玩頭還玩瘋啦 玩瘋對手啦 完全比賽了 這個回合歐巴 非常大的一個優勢啊 壓倒性的勝利 所以歐巴呢 搬回了一城喔 雙方贊成了1比1的平手 目前這兩場看起來 都是很精彩的一個比賽 那最關鍵的第三場 戰無不勝這邊 要拿出深場的呂布 還是剛才輸掉的吳果 都有可能 那歐巴這邊呢 還有一個隊伍還沒有現身 是 對 戰無不勝的呂布 真的壓香寶要出來了 哇 看來是沒有 戰無不勝拿出這個吳果隊 那歐巴拿出的是第一場輸掉的 我們說三法 三法是對 這邊的重點其實一樣 周宇跟小虎人不能抓到對方的輸出 可是通常來說 賈曲跟郭佳 都是屬於一個很難抓的一個角色 甚至 歐巴這邊有 張寮 如果你的周宇要抓的話 肯定是先抓到張寮 所以 步勝非常的重要 好 這邊開打了喔 歐巴這邊先下了賈曲 配合郭佳 那戰無不勝這邊應該是先上buff 先開了小橋 這邊 戰無不勝先下了孫環 那 他的周宇什麼時候拉呢 這邊先下了三個buff 那這邊 歐巴應該也要上第二輪的buff了 這邊周宇抓了 那果然是抓到了曹虹 抓到一個坦克 這邊曹虹還可以慢慢 歐巴這邊還可以慢慢地來 先慢慢跌郭佳的傷害喔 甚至這個司馬一毒下去之後 對戰無不勝這邊會比較不利 那這邊小虎的位置好嗎 小虎是打到了盾兵 比較可惜的一個部分 目前來說 歐巴這邊的坦克 把戰無不勝隔離的是還滿OK的 不過他本身血線比較低 那就看郭佳這邊的位置安不安全 郭佳這邊看起來是還滿安全的 周宇在右邊 郭佳在左邊 那這邊賈曲 可能會先被戰無不勝給抓掉喔 對 哇賈曲直接被拉過去了 對 可是歐巴這邊其實不急 他的郭佳跟司馬一 都在一個很安全的位置 可以慢慢地輸出 那這邊戰無不勝 可能撐不住這波的毒了 甚至賈曲還沒打掉 這邊趕快看小虎了 這個小虎打到的應該是張療媽 太可惜了 那這邊戰無不勝這邊非常危險 他剩一隻周宇 好 周宇也倒下了 對 歐巴這邊還有三個 三個人戰無不勝這一場就是 戰敗了 對 歐巴這邊還有三個 三個人打一個人 告訴我 歐巴這邊三個主力 假取司馬懿以及郭佳 他只掉了一隻司馬懿 也算是打得滿漂亮的一場比賽 我們恭喜歐巴是 以2比1擊敗的戰無不勝 對 沒有錯 歐巴那也是一個逆轉的姿態 從進到了16強 從進到了16強 從進到了16強